其實在那個Excel裡面,我是覺得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如果你不會寫的程式 其實你可以把它錄製之後再來修改 那舉例來說,類似像我們剛剛 像那個 比如說下載這個程式 下載這個Wiz到EndWiz 其實這個也是從那個 就是 下載 這個地方有個資料從Web 其實可以從 這邊你做那個動作 把那個網址貼上去 其實它也會產生對應的程式 那我再拿那個程式來修改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程式也是拿來修 那另外的話呢 當然修正這個地方我是沒有錄製 因為我覺得錄製的話 反而會讓程式更冗長 所以倒不如怎麼樣 拿來自己寫會比較快一點點 當然如果你寫不出來的話也沒關係 你可以錄製,然後再把它修正一下 那我是建議啦,你錄製完之後 也許就是加個註解 然後呢 可能在針對裡面的參數 可以自己再去確認說 就是可能還是要查一下 比如說像有些 有些參數能不能刪除 或者能不能增加 其實有的時候你可以 像VBA裡面有個優點 就是你可以按F1 比如說在這一段程式 像是Distination 這個你不知道什麼參數 你可以按F1 它一樣會跳到那個說明上面跟你講 這邊的話會跟你講說 Querit Table 這個物件 那裡面的語法該怎麼下 那另外也會有一些範本 所以你們可以從這個地方去找一些相關資料 當然它有些給的東西其實也不完全會那麼清楚 但至少聊勝於無 它裡面有提到什麼 比如說Refresh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參數 至於要怎麼下 我覺得有時候可以稍微再參考 像裡面比如說什麼 Test File Petform 這個參數 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其實提供了一些相關說明 Petform 然後這邊有一些什麼 這個編碼方式 OK 那這邊有一些 那至於有一些地方 假設 查 可能還是看不太懂 你也可以再Google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地方有類似的說明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這個最後呢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希望可以把這個結果把它改成兩欄 剛剛是一欄 1乘10 那現在的話 我要把本來是1乘10 改成什麼呢 改成就是這樣子 總共的話呢 就是 2欄 然後呢 變成說 本來是由上往下是12345678910 那現在是12345678910 那現在是12345678910 這個 這個應該算是運算值吧 這個運算值的話呢 這個運算值的話呢 我剛剛有講過啦 就是說呢 可以求於數 欸 那如果說呢 因為我們現在會有個問題 因為兩欄的話 有分成左邊跟右邊 那我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是放左邊 什麼時候是放右邊 那其實可以利用MOD來決定 其實MOD後面可以什麼 比如這個值 假設這個值是I 好了 I的值 MOD2的話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1除以2之後的余數 等於的話 假的等於1的話 那表示說它應該是什麼 它應該是奇數的 那如果它 假設 這個I的值 除以2之後於0的話 那表示是左 就是右邊的 就是偶數的 所以特別之外 這個是奇數 這個是偶數 那我們只要給它一個條件 反正呢 如果是奇數我就放左邊 反之就放右邊 欸 那其實就可以 達到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只是要怎麼做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我希望 把剛剛的 就是1乘10 改成2乘5的話 那該怎麼改 那改的部分的話 主要有幾個細節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這個寬度本來是500 那我把它改成250 OK 所以這個250 那其他的話 變成怎麼樣 一樣嘛 這個M1 這個M11 M21 那只是說呢 本來人民幣應該放這邊的 可是它放在上面去了 所以 那當然呢 如果你實在沒有頭緒 我們一個個來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第一個 我先完成什麼 美元的位置 所以美元位置怎麼做 我們可以先到城市裡面 也許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上之後 把這個折線圖 美元改 改個美元2 那這個2的部分的話 就是意思說 我這個是我要把它改成 2乘5的這個規則 我們來試一下 當然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 就是把它的寬改成250 那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應該不改 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改250 第一個OK了 那再來的話 人民幣 人民幣應該放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人民幣複製一下 貼上 那記得名稱不能一樣 SUB名稱 加個2 那它應該放哪裡呢 特別最後 它應該是不能放在M11 而是應該放在M 一樣是M1 一樣是M1 然後呢 只是差別 如果放M1就疊上去了 所以應該是什麼 讓它向右移動 所以向右移動的話 主要的坐標是LAPS LAPS是水平坐標 把那個水平坐標加250就可以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的那個什麼 寬度一樣改成250 所以人民幣的部分的話 就是 把原來M11 改成M1 然後呢 它的寬 寬度 一樣是改成250 另外一個關鍵 就是說它的LAPS的坐標 要把它改成 加上250 意思就是說 從 這個美元的位置 美元的位置 讓它向 這個點有沒有 向右到這邊 這邊剛好是250 所以意思就是 剛好放在這邊 的這個位置 OK 試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這個地方 人民幣OK 所以人民幣到這裡 再來歐元 然後再來就是 歐元 然後 再來就是美元對日幣 OK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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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全部 所以全部的話呢 我們可以 一樣拿那個折線圖全部來改 折線圖全部 全部 全部的話呢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折線圖全部2好了 這名稱改一下 那改哪些地方呢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的 這個 寬度呢 一定 不是500 所以一定是250 把它改一下 OK 第一個 當然改完之後 我先把這個刪掉 我們就讓它先跑跑看好了 反正呢 第一個可以 知道怎麼改 再來 向下改 OK 改完之後的話呢 欸 它全部 的寬度呢 通通變成250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欸 我希望呢 它向右靠 所以向右靠的話 那應該是 把什麼呢 把這個地方 欸 TAP 欸 LAPT 可是問題來了 那應該是怎麼樣 如果它是 欸 假如說 它是 呃 奇數跟偶數的差別嘛 那如果它是偶數的部分呢 那就向右靠 疑似就是 這邊要加250 可是如果它是奇數的話 它就不用加250 所以喔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 邏輯判斷 如果 什麼呢 I的值喔 假如除以 2之後的餘數 MOD2之後的餘數 等於 1的話 那表示說呢 它是 13579 OK then 它就不用加250 那 else 反之 OK 反之 and if 所以喔 特別是如果你起一個邏輯判斷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 先 如果什麼條件發生的話 然後 然後 為true true的話是沒有250 沒有250 我就先放這個 然後把它按個tab 它在下一階 那 反之就是 有250 就是在加250的意思 這邊再加250 OK 好 那這樣我們跑跑看 理論上 也就是說 有 如果是 單列藍的話 那就是沒有加250 反之的話就是有 OK 這個底下 它排整齊了 OK 4NES 一副 如果呢 它這個條件 意思是它基數欄 它就沒有加250 偶數欄加250 把它執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那你如果沒有把握 你可以按F8 珠航珠航跑 我先把這個刪掉 先把圖先刪光 然後再讓它跑一下 欸 跑出來了 那它這個時候跑出來 已經有點接近了 但是 好像還差一點點 它變成怎麼樣 沒錯 是 1是放這邊 然後2是放這邊 加了 有加了 然後再來就3 4的話 又放在這個右邊 5 6 有沒有它有點像左邊 右邊左右 但問題來了 其實我這個效果 雖然已經接近了 但是 好像還差一點點 應該怎麼樣 這個要往上 也就是說 應該錯應該錯在哪裡 應該錯在這個K的這個值 有沒有 因為K的話 它每增加一個 它就怎麼樣 它就向下 向下 等於是說呢 它會隨著I的值 越來越大 所以理論上 只要變更這個K的值 也就是說呢 當K的值 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 就是說呢 不要隨著I去變化 而是怎麼樣 而是當它往下 應該是說呢 當它 在偶數的地方 再往下一列才對 所以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在K的 K作動 不要隨著I 所以 可能要想一下 這個I這個 這個就不能再放在K裡面 因為你如果放I的話 那你就會隨著它一直往下 所以這裡面的話 可能會需要什麼 再找別的變數來變動 不然的話 這個結果應該就做不出來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大概 再把那個重點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先把這些圖先刪掉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先把那個 美元 改成美元2 它變一半而已 那人民幣改成人民幣2 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旁邊 那如果要做出全部的話呢 那我們就變成 我是先增加一個 邏輯判斷 判斷 我先把它 把它的寬度先改250 這個一定是最簡單的 第二個的話呢 要判斷它左邊右邊 所以 唉唷 再加上一幅 I I 的值 I的話指的是 蘭 第幾蘭的意思 Mod2 就是除以2之後的余數 如果為1 表示它是基數蘭 那就是怎麼樣 它後面跟偶數蘭差就差在這裡 一個有加250 一個沒有加250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